第三个问题 我们生活在无座卧室 人有忏不完的罪 人总是一边忏了一边有犯 罪有前身的有今身的 这个罪言重重如何能出三界 那么学佛环游过成就的日子吗 如果只要在这个世界上 就只有轮回 那么只有难离开这里了 要离开这里 这就只有净土法门 可是如果净土法门是究竟的法门 为什么不早提倡 而要等到末发时期 人们根性不济才提倡 回顾佛教发展的历史 多国法门教法都曾经兴盛一世 那些祖司大德 为什么不着力弘扬净土呢 你说这些话 你对于佛教的陈传 你了解的不够 如果你要多了解一些 净土法门 自食至宗 就是在非常认真地在宣扬 社加摩尼佛的父亲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们看观无量寿经 这个 维希提福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 阿南尊者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的经教 阿南尊者成传的 所以阿南尊者是大臣八个宗的祖司 哪一个宗派都是从他传的 他自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最早传净土的这个发门 是在华严经 释迦牟尼佛第一部讲的经 在龙宫里面讲的 你看讲到最后 普贤菩萨是大愿亡到规矩了 文书普贤都是法愿求生净土 净土不是在末法时期才宣扬 释迦牟尼佛开口讲经说法的时候 就弘扬了 这些事实要读读经论 你才晓得 才不至于产生误会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